星光踢管魔王 尼安东以帅气外形 俘虏不少女粉丝 但他报匪的新闻 也令粉丝担心不已 不过月前来马出席 其代言的眼镜品牌推荐里 尼安东身穿黑色皮夹 看起来清减了不少 当被问及近期 是否正积极的健身减肥 尼安东立即否认说没有 没有 因为公司也跟我的默契很好 在这个方面 就是 他也希望我健康 健康快乐 然后当然MV什么的 希望是好看 可是不会因为这些东西 而把专辑什么的 就是往后 因为我们还是重视音乐 华妍是一个非常重视音乐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我们非常同意 就是体重无所谓 早前有指公司 因为他的体重关系而延迟发片 并向他发出减肥令 不过尼安东却强调说 他的体重和发片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现在唱片的那个尽情 跟我的那个体重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们是非常努力的 想要做好的音乐做出来给大家 然后还是差不多二月左右 可是我们的 我们时间拉长的都是 应该是因为我之前在拍电影 然后拍完电影之后就好好地努力地 慢慢地非常严格地收割 我瘦了多少或是胖了多少 数字我觉得我也没有多去看 我觉得看镜子也够了 可是我觉得主要的是 有没有时间去运动 然后有没有时间好好的 吃一个健康 每天可以吃健康的食物 有时候宣传太忙 就一直出国没时间 好好的定下来吃饭 他向记者透露 目前新专辑已经进入录音阶段 预计将会在明年二月推出 希望是二月中 然后我们这次会比较慢 因为是想要全亚洲同事发 所以要就是寄到每个国家 然后看能不能过在每个国家 所以其实专辑其实差不多好了 应该十二月中就会录完 然后编曲会做一些修改 可是大概十二月就会好 然后大概二月就可以出 在推荐礼上 作为代言人的李安东非常称职 一口气向媒体展示了四种 不同款式的眼镜搭配 我觉得有点想要高调理 我觉得这个非常漂亮 就是它是太阳的眼镜嘛 可是你转过来 哇 一样就是优优的惊喜 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棒的 问及这次代言的价码 李安东不肯通入数字 只是表示非常满意 我非常的满意 我知道的是非常满意 为什么非常满意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价钱 因为这个我也不会多问 这个是公司去处理的 可是我觉得能够当一个代言人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顺便 带很多很酷很帅的眼镜 我也非常开心 嗨 收音 原来最Live